大家好,今天在台湾吵的一个话题就是 柯文哲放话了,蓝白河可以啊 民调谁低谁退选 我们看看这个新闻,这个还有点意思 新闻是来自于中市,新闻是这样讲 民众党抛民调输的人退选 侯友宜现身回应了 针对2024总统大选蓝白河传闻不断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竞选办公室 发言人陈锦突先派 柯营主张用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民调 推出在野最强人选,输的退选 对此,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表示 尊重民众党对于蓝白河传的各种意见与说法 侯与民众党主席柯之间始终维持良好的互动 以及友善的态度 针对陈抛出的蓝白比民调 输的退选之提议 侯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王敏旭表示 尊重民众党对于蓝白河传的各种意见与说法 侯与柯之间始终维持良好互动 以及友善的态度 面对2024的总统大选 唯有在野力量团结合作 方向下架贪污无能的民进党政府 更是多数民意之期盼 王爷强调 侯昨日受访时公开表示 他接受国民党的征召 心中的信念 希望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世界安全 谁能够把这件事做到 就是大家团结支持的候选人 对此 侯竟然受访表示 都会团结在一起 尤其面对执政无能的民进党 最期待的是政党轮替 换人来做 至于是否担心 话语被民众党主席柯拿走 侯表示 大家有共同的理念跟想法 好好的以为人民设想 了解人民的需要 解决痛苦才是选举的目的 他出来就是保卫国家 换一个清廉有效率的政府 让人民的痛苦被解决 这才是主要的目标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外界一直说 为了下嫁民进党 蓝白要合作 因为蓝和白 按照他们这些假民调做出来的 加起来应该是胜过来清德的 但是柯不可能当父 侯也不可能当父 国民党的意思 蓝白和是 你柯文哲不选了 当我的副总统 这就是国民党的意思 国民党认为我是大党 我有那么多的市长 我有那么多的立委 我有那么多市议员 你柯文哲他几个子啊 你柯文哲就一个市长高空 还差不多要被干掉了 你也不保 柯文哲玩的还是一个光杆司令 由于柯文哲这种光杆司令的玩法 就造就了 他没有办法去统领大局 他自己的人都拢不住 他更别说他就拢别人了 但是柯文哲这个人呢 吃毒食 由于他玩光杆司令 所以这个人他一定绝不会当副手 一定是自己玩 玩烂了也是自己玩 这个就是科技人才的特点 他不会跟你合作的 不会真心跟你合作的 但是说极了 得人家抛出这么一个球 这个球抛出去以后 国民党傻了 国民党不敢和柯文哲去比民调 也就是侯友宜 他不敢和柯文哲比民调 现在的侯友宜民调就是老三 如果他公开的和柯文哲去比民调 这个时候民进党的人会进来搅浑水 怎么讲呢 如果侯友宜和柯文哲比民调 是不是向全社会去征集这些民调信息啊 那社会上有没有支持民进党的呀 有很多呀 民进党要想干掉侯友宜 就把票投给柯文哲 都不用选举 就把侯友宜干掉了 轻而易举的就用柯文哲 做民调的方法 把侯友宜干掉了 侯友宜就没了 接下来赖清德跟柯文哲来选的话 那柯文哲把输啊 柯文哲是不可能赢的 他柯文哲也没想赢 所以国民党不敢接这个招 但是柯文哲抛出这个球以后呢 意思就告诉你国民党 你别再喊跟我蓝白和了 我不跟你和 和的条件在这儿呢 看似也合理 比民调啊 你高我就当富的 虽然他不愿意当 嘴上不那么说 但是他球抛过去了 这球抛过去以后 侯友宜傻了 侯友宜不做民调 只说谁能够为两岸和平做点什么 谁就当 谁告诉你就你能做呀 难道柯不能做吗 难道赖就不能做吗 其实都一样 谁当那个总统 也得听美国人的摆布 做一个棋子 不该挑衅的时候 别挑衅 该挑衅的时候 资两下到此为止了 所以侯友宜不敢做民调 因此后半这个蓝白和这个话题 以后就应该不再存在了 否则扎扎了那么长时间 新闻老说 老说蓝白要和 不和就输 和就赢 谁告诉你和就赢了 也不见得 因为输和赢 又不取决于老百姓的选票 取决于中选会的点票 取决于坐票 这个还不简单吗 所以外边人做戏 毫无意义 就让柯文哲玩一玩吧 郭台铭也可以玩一玩 侯友宜宁也玩一玩 最后 李俊勇说让谁当选 谁就当选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其他都是扯 其他事情都不用再谈了 毫无价值 喷口水 浪费时间 浪费吐沫 浪费感情 其实什么都没有 跟林一模一样 各自玩各自的 柯文哲保几个立委 侯友宜 抱紧了美国大腿 就当选了 赖清德也抱 侯友宜也抱 你就看美国人信谁了 美国人相信赖清德吗 你这小子给我装孙子 美国人相信侯友宜吗 你真的听话 这个是关键 如果他们在这做了决定以后 通知李进勇 通知蔡家博士 李进勇就给做了 台湾总统就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闹剧闹得其实没有什么内容 可是今天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 谈得挺激烈 挺热闹的 我们仅仅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